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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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啦 你站出來 站出來 我們時間夠要上課了 我今晚幫你提醒一下 慢慢走 走下來 走下來 我們來做運動 畫面上這個91歲高齡的阿嬤 在外籍康護工的陪伴下 從家裡出門 準備到社區的關懷據點上課 很難想像阿嬤原本是輪椅族 行動不變 後來在里長與社區志工的鼓勵下 固定來到關懷據點規律活動後 已經恢復到能夠慢慢的行走 甚至可以跟著老師做運動 她本來是住桃園 她媽媽做輪椅 她後來來這邊動一動 運動差不多幾個月以後 她不要輪椅 沒有運動 沒有運動 走路走不行 沒有辦法走就對了 她說幾個天不想像 有時候休息她不會去 我說現在休息零天 其實上課我會跟你公佈 或是跟外國說 我會跟你帶出來 她就說時間到了 她就一定會去 OK 對 有來出來上課 有來走這樣 對身體比較健康嗎 有喔 這樣比較健康嗎 有喔 對啊 她可以上滿久的 一個半或兩個小時 還有每個銀法 大家一起在那邊 看起來就很快樂 這個讓人感動的畫面 背後其實有許多無名英雄 因為許多愛心志工的付出 統合人力和物力 讓這一個關懷據點 能夠有系統的運作 特別的是 服務志工的平均年齡 都是65歲以上 可說是銀法族 在照顧銀法族 老人照顧老人 我們後續會接長照延緩班 就是因為老人的年紀都大了 他不願意動 後來開了這個班 就是以老人去接老人出來運動 跟大家一起來做活動 可以做一到兩個小時 關懷據點中 年紀最大的志工 是92歲的這位領老太太 手腳俐落 完全看不出實際年紀 阿嬤很開心能為社區服務 同時也常常快樂地 陪著社區長者一起活動金鼓 不坐都沒丁堂 頭腦在地灰氣 所以看92歲 過年92歲 就是共同人真的 公司裡面用一用 那去一去 一去泡茶 泡茶开架 说丹说丹 这样你有快乐吗 有就是这样这么快乐 不知道没那么老 九十几岁这样 打起来手起来 口齿就轻轻 为了饮法长者的健康 关怀据点规划了 许多运动课程 像这位带领长辈运动的老师 不说您可能看不出来 他也快七十岁了 活动力跟年轻人一模一样 用实际的行动 鼓励长辈们走出来 参与团体活动 可以延缓老化失智 二 三 四 哦 阿嬷七条毛 七条毛 三 四 五 六 七 五 七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所以我现在变成说 第一场一定要按照我的既定内容来上 第二场他们可以点菜 给他们有一点参与的空间 他们这样来玩是很不错的 台信啊 是他们的状况喜欢让整个活动 是不是整个大家都很快乐 确实啊 就是我会参考长者的 他的能够适应的能力 当然不是都顺着他们 也要每次要带一点新的挑战进来 这个通话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里面 有两位灵魂人物 一个是当地的通话里里长徐丽玲 另外一位是通话社区理事长张桂玉 其中社区理事长张桂玉 多年前曾经罹患了癌症 后来我们都去抽血检查 抽血检查确定是 后来我也没办法接受 我想说奇怪 我就平常就 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怎么会突然间会碰到这种病 那后来我也是 经过一个半月的挣扎 心情的 心情就非常的不好 后来一个半月我就想通了 我就出来 以前就有当志工 后来就再认真的 再去做其他的义工 就等于说把时间发在义工 志工上面 我是觉得因为既然碰到 我们就跟他和平相处 对不对 反正你 万贪也一天 快乐也是一天 你为什么不快快乐乐地过每一天呢 而且我们志工很多 而且我们志工很好 每个都要跟你关心一个 来开工一个 泡一个咖啡 他有咖啡他拿来 有糖啊 有瓶啊 他们家拿来 都我们都会在这边聊天 就心情就差很多了 不会就每天在家里 东想西想 我准 对不对 其实心态很重要 不是病死的 是被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吓死的 被那个什么 癌症吓死的 他不是真正生病 他是被癌症吓死的 后来透过社区服务的热情 用开放心情与癌症和平共处 一起和里长徐丽玲 携手关怀社区长辈 鼓励应法族走出来多运动 延缓失智失能 他如果时间够了 他就把我们打电了 说是怎么没来 就叫我们三四个都来 他很好 他很好 我们里长也很好 从上课的画面看得出来 在老师的爱心教导下 跟社区志工互相关怀的力量 鼓励了许多在地和周边的营法族 都来到这个关怀据点做运动 再怎么样生病 就要像我们理事长张桂毅这样 他之前跟大家讲过 他有癌症了 可是就是心态 心情最重要 所以心情的是最好的良药 我的指数已经达到标准以下了 以下了 可以不用吃药 可是医生是说 怕说你不吃药的话 你停止下来 那指数又上升的话 要降比较不容易降 所以我现在变成说 最低的剂量 要三天吃一次 在长照2.0里面 除了重视已经卧床长辈的 照顾需求之外 另外重要的一环 则是预防更多年长者 走到卧床的那一步 尤其台湾已经实际面临 高龄少子化的严重危机 以基隆112年的数据来看 基隆0到14岁的 幼年人口比例为9.64% 而老年人口比例 则高达20.24% 而基隆的老年人口比例 还高于全国老年人口比例的 百分之十八点三四 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 像这种由银法族照顾银法族 已经不是单一的现象 因此政府相关单位 必须努力的就是 鼓励更多的长者 走出来多运动 这样才有办法 面对高龄少子化的这波冲击 期盼大家都能够健康老化 在地老化 避免失智失能 共同享受人生过程的美好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